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38面 从第一行看起 五能全体现 这是在圣门里面的第五 也就是第五个大段落 说明这一部经的体现 体是它的本体 信是讲它的性质 这一段在圣译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个经中之体性要是能够明了 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它 这个名词如果要是用现代的话来说 佛讲这一部经根据什么道理讲的 也就是它所依据的理论 你给我们说了这么多 确实有理论可以依据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相信 所以这个体现就是讲这一部经 依据的道理 依据的理论 所以这相当重要 能够启发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对这个法门不至于在怀疑 那么它的解释里面分作四段 出随相 二为实 三归信 四无哀 这一段文有相当的深度 因为涉及到根据的理论 所以在整个大义里面 就是悬疑里面 可以说是最难懂的一个部分 我们慢慢地来探讨 先看第一段 出随相 一致此今 辟己普遍 未知能全 何为体现 这是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方式是问答式的 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前面一段是讲这部经 这个所对的 所借引的对象 我们晓得上中下各种更新的人 经常讲得非常之好 只要能信能愿能行 那都是这个法门的 借引的对象 那换句话是 你不信 不肯发愿 不肯念佛 那就没有法子 那就不是这个法门借引的对象 这个给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 简单明了 在借引对象里面 我们晓得 那个上上根的人 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都是他接引的对象 下下根的人呢 那至于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的 没有知识的 他听了这个法门 死心塌地念佛也能成功 甚至于除生里面 还有念佛往生地 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 历代所记载的 没有被人记下来的呢 我相信更多更多 所以确确实实 法门广大了 普遍 批极普遍 这批是加批的意思 非常的普遍 那么进一步的 我们要想得 是未知能权 全是全熟 就是这部经里面 所说的这些文字 这些言语 何为体现 体就是理 它的道理 所依据的道理是什么 提与性 都是说的理 下面呢 这就答复了 一股辗转 圣门推本 越至成寺 而越是归拿的意思 把它归拿了 归归拿为四门 就是这个题里面讲的 随向为实归一心 国外 把它归拿四门 在此地首先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圣门推本 古大德讲这个教体 这个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些经 他从什么地方说出来 根据什么个道理说出来 古德呢 古德呢 一共把它分为十条 十条逐渐逐渐去寻求它的根本 那么第一呢 就是因身欲言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是以因身做佛司 所以因身就是教体 就是教体 佛灭度之后 有弟子们将老师过去所讲的 再把它记录下来 整理出来 写成文字 这以后啊 就变成了文字 变成金的 这个金的 这些金题了 明句文身 明词说语 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叫一句 文是文字 都叫做神 因为印度梵文呢 他们是用字母拼的 单单一个字母啊 我们就称之为文 组合成一个字呢 再称之为字 多少个字啊 组成一个句子 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才叫句 啊 那么再大就是 说像篇章 啊 构成了一部经典 啊 这都是从形式上来看 就是形式上的这个金体 啊 是文字的做佛 那么第三种呢 那么第三种呢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语言文字 啊 语言文字 都可以说是 这个 精致 精体 第四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 就是诸法 语言义 这就讲理了 文字 是能权 就是能够啊 全熟 它里头一定有内容 我们古人说 文一在道 它这个里面有道 有理论 有道理在 我们从文字 从言语音声里面 要求误它的道理 不能死在言语文字里面 所以言语文字是工具 目的是要我们去误里面的理 这个才是真正能得受用 这样的道理 在我们看起来 都不算太深 像这一层的理 像这一层的理 从文字表面上能显示得出来 光下去就越来越深了 第五个 第五啊 是识境为心 今是境界 因人生 语言文字 都是属于境界 这些境界 这些境界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的呢 是唯一心所现 那么换一句话 逐渐逐渐的 就能发现到它的本体了 本体是真心 真心 真心 本性 佛社的经 是从真心 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逐渐逐渐 逐渐逐渐呢 就像华言里面所讲的 深入到利益似无碍似似无碍 到究竟圆满的时候 这个心性完全恢复到明镜了 光明接近 一尘不燃的时候了 静虚空变法界 一切四里啊 你完全就见到了 就像《心经》里面讲的 照见无孕借口 无孕是什么呢 世出世间 一切四里 出不了无孕吧 小 我们这个身是无孕之身 大呢 整个世界是无孕的世界 有情世间如是 执政这世间也不能例外 我们娑婆世界是无孕组合的 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无孕组合的 我们这里的无孕呢 像人 它那个地方的无孕叫静 实际上 无孕哪里有染静呢 染静在人心呢 各位要明了啊 你心迷就染了 你心清净了 就静了嘛 所以佛在华言上 给我们说的很明白 众生与佛的差别在哪里呢 众生呢 有分别执着妄想 那么佛呢 佛是没有分别执着妄想 就这么回事 行啊 所以才出现平日才说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的相 佛给众生没有脸样 差别的就这么一点点 一切众生 只要肯把分别执着妄想 写掉 你就叫佛了 就叫成佛了 成佛实在讲 就这么简单 可是现在说 这个离你明白了 分别执着放不下了 这个无可奈何 肯放下的就行了 不肯放下的 佛也救不了你 也帮不上忙 修行 修什么 就是把分别执着妄想 写掉 就修到这边 所以古德说 但求除妄啊 只去掉虚妄就行了 你不必再求真 为什么不能再求真 求真就是一个妄念 像上一次我跟诸位讲的 我们念佛不是求一心不乱吗 你只要念佛 别求一心不乱 因为你求一心不乱 那那个念头啊 就是一个妄念 就是你一心不乱的障碍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四个字一直念下去 念到功夫成熟了 自然就一心不乱 念那么一天佛 怎么我还没有到一心不乱呢 这样念一辈子都不会到一心不乱 念念当中有障碍 念念当中有妄想 这怎么能成就 那么这是把古人所讲的圣门 圣门是华元经上的 诸解上有的 等一下我们看到 那么把他在此地 李延持大师 把他归纳成为四门 在社厅呢 都方便多了 四门里面 第一个是随香 随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闻 闻随于意 意随于闻 闻里面有意思 意思里面也是有文章 因为意思它是有条理的 有层次的 有条不稳 这就是文章 那么这是讲教题 第二个意思呢 是还没有到 回归一心的时候 我们先从文字表面上来探讨 我们先从文字表面上来探讨 明白它这个理论的规矩 这就是随相的意思 那么它这个四个小颗 就是归纳成这个四段 越到后面越深 是厚厚深与浅浅 那么随相里面有两个 第一个是为生明之文 第二呢 是为所权益 为所权益 以文与意 皆随相骨 那么这个里面 也许同学们看了 会有一点疑问 文字 文字 这是相啊 不成问题 义礼 怎么也许它做相呢 这个到底下呢 有解释 下面有解释 有解释 因为 要以义对礼来说 义还是能全 所以它还是属相 更深一层的就是教礼 教礼 要自己细心去领会 所谓是义在眼外 这个身呢 就身在这个地方 都是义在眼外 但是本经 无论 无论你体会这个 义礼 浅身 通通的理 义 那至于义礼完全不懂 我相信 我愿意到西方 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也能往生 这个法门呢 书身 不可思议 就在这个地方 不像其他法门 一定要以 深深误辱 才得受用 这个法门好 好在这里 不能误辱 也得受用 我们看主节 圣门辗转 相见华言宣谈 归奉佛于衷 愚耳俗之 华言今宣谈 一共有九君 是唐朝时候 清凉大肆做的 这是华言今宣谨里面 最权威的一部书 称之为大肃 归奉呢 就是宗谜禅 禅师 他是清凉的学生 清凉是华言宗第四代的祖司 宗谜是第五代 是华言的五祖 那么他最著名的 著作流传于后世的 就是圆诀经苏朝 他在圆诀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好几种主题 圆诀经苏朝 圆诀经六书 都是他做的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 这个法师也很了不起 看看经典太多了 一个人一生当中 要去读一切经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在一切经里面 学一年中来专攻呢 那么多金 看看多欢喜 究竟学哪个好呢 他老人家用的方法呢 先去拜佛 求感应 求佛菩萨加持 拜了佛之后 就随手在大藏经里面抽一件 这一件佛菩萨加持 一抽出来就是圆诀经 好他就死心塌地 就在圆诀经上下功夫 他成就了 他这个是随手抽一本 这都是拜佛千诚恭敬的求三宝加持 与自己与哪一部经有缘 用这种方式 所以自古以来 对于圆诀经的研究 这个读解 没有一样能够超越过宗余大师 一直到现代 所有人研究圆诀的读解 没办法超过他 那么这是清凉的学生 他住圆诀经呢 就不用圣门开启了 他就把圣门归纳成四门 归纳成四门 所以说 所以说 悦而顺之 随为四门 那么现在 连诀大四 就采取 规封宗余大四 这个方式 就是用四门来说明 说粗 说粗 神明聚稳的 聚大小成教 何以阴神为教体 这是刚刚跟诸位说过 这是刚刚跟诸位说过了 佛陀在诗 是因神的说法 当时没有书本 只是佛讲大家听 何以明聚稳生而为教体 明是名词 这个聚 刚才也跟诸位说过 这就是文集 佛灭祖之后 佛南尊者 这是多文敌 记忆力最好 佛南这个寄信之后 就像现在这个录音机一样 听过一遍 一个字都不忘 他能重复把它讲出来 他有这种能力 所以佛南重复佛讲 同学们替他做证明 再把它记录下来 再成为我们后世的经典的来源 所以佛南对于传承佛教 有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没有他 佛虽然说那么多经 我们都没有机会 我们都没有机会 能够听得到 经义清凉大师 经义清凉大师 通受四者 以身为教徒 那么这是清凉解华言经的意思 把他归纳起来 把他归纳起来 就是以阴神为教体 清凉也是有依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像楠岩经上 文术菩萨 解玄圆通的时候 就说过 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 我们这个地方 和苏婆世界众生的耳根最立 你叫他看 很不容易开悟 你说给他听 他很容易开悟 随着阴神为教体 名词 名词 次第行列 全法自信 全书 这些名词里面呢 就含着有 一切法的自信在当中 譬如讲 五无量受佛 这是个名词 五无量受佛 是佛的名词 那么在这一个名词里面呢 我们就会想到 那个实实在在的那种佛 五 这个字里面 意思 是 五无与无自信 一切都无嘛 它是无量 无量 两个字和起来 那就变成无限了 无有限量 无有限量 受是寿命 无有限量的寿命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 我们就会想到 那边那种佛 不要说别的了 但说寿命啊 没有限量的 无有限量 佛呢 是觉的意思 这个人呢 寿命长 又是大智大觉 佛是大智大觉 从这个名词当中 我们就能体会到 有一个死实 有一尊大智大觉 有一尊大智大觉 寿命极长的一尊佛 是明啊 明啊 他能够 寒着 这个 这个法的字体 法是讲一切万法 我们举一尊佛来说 寒他的字体 通常我们一般人 名识都不相符 我们起名字起个好名字 可是事实上跟名字不相合 诸佛菩萨名识一样 他什么名号 他实际上就是那样 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学佛了 你皈依的时候 给你受三规的发丝 给你起个发明 发明什么意思呢 希望你这一生当中 那名副其实就好了 不要名语时相违背 那就不好 希望名副其实 这个起名字 我们中国古人起名字 很注意 大部分呢都希望能够 明识相复活 现代的人呢不希望 现代人没有从前人那么样的老人 在古时候 印度人我们在经典上所看到的 许许多多 他这个名号 跟这个人确确实实 是相符的 你想这个 居齿罗 真的 居齿罗是什么呢 大膝盖 翻成中国意思 他的膝盖特别大 所以拿中国话的时候 那什么人啊 大膝盖 大膝盖 他真是相符嘛 相撑嘛 他确确实实的是 他不忌讳 不忌讳 再看底下一句 居得 自地 按部 全法 差别 我们还以 无量受佛 做个比喻 这个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无量受佛 这就是一个完整句子 意思很完全 能够包含大法的意思 假如 我们只说一个 量受佛 这个意思 就不完全 所以 这四个字 一个字 也不能少 少一个字 意思就 不具足 就不完整 这个就是句 它每一个字 字字里都有差别 合起来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所以说句 全法 差别 次第 按部 这个字 不能颠倒 不能确少 这才显示 它完全的意思 这才显示它完全的意思 这才显示它完全的意思 此明据文三者 去取为身 为身上全表 为身 则不能全意 为明文句 则五字体 仅此四思 仅此四思 是为教体 以价实体用 而仅此也 这一段 比较上难懂一点 文 是两个句子以上 合起来 这才称为文章 你看 我们读乐语 论语里面 就有两句 是一章 三句 是一章 它一章 叙述一个完整的事情 在汉语前 文字都非常纯朴 决定没有啰嗦 后来文字 所以有修辞 越来越讲求美化 与这个顾文的扑识 就相差很远了 那么这也就是 这个文呢 就是文师的意思 必须以文才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修辞 把他组合 这样才显出 显出这个文章 它的美化 一方面要它美 文字美 念起来音声好听 所以遍体文 这是最为人所行爱的 尤其是 这个文学里面 讲到美的 像这个歌词 诗词 歌符 戏剧里面 这些文词 都非常之美 都加以修辞过 这个佛经呢 当初集结成功之后 也找一些对文学好的人 再加以 再加以 辞早上修识一下 从梵文翻到中文之后 整个经文翻成了 一定也请 前几个这个世间上 著名的文学家 请他们来运文 所以运文呢 就是在辞早上修识 意思不能有变更 就是词句上 文字上 尽量给它美化 要有这么一段的工作 这个都是属于 此地所讲的意思 所谓是 尖词四次 是为教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讲的 佛经的经体 所谓本体 就是文字 在现代来讲 我们不能离开经书 经书就是佛教 这个教学的一句 末后说 价实体用兼资 这是说什么 这里头有假 有识 有体 有用 兼而有之 明句文 这都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 它是不相应刑法 这个诸位要念为实 念过佛法了 你就晓得 所以不相应刑法呢 那我们现在的名词说 就它属于抽象 它没有尸体 所以叫不相应 所以叫不相应 与谁不相应呢 与心不相应 与心俗不相应 与色不相应 那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啊 前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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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这个新法 是还是八实心罚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的 心王的作用 心王的复属 一公有五十一口 与心所法相对的 就是色法 这个色法 是依他其限 那么也算是 确实有这个事情 不能说他没有 但是语言文字 这是不相应心法 既不是心法 又不是心所法 也不是色法 所以在为时三性里面讲 他的性质 叫做便记所执行 这是我们心里头 一个妄想 一个观念 执着 认为有这个东西 实际上没有 所以文字 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 非常抽象的 所以这个是假的 不是真的 因身呢 是实在这 因身是属于色法 色法有十一种 有五根 六成 五根 眼耳鼻舌 这个这个 神 身体 六成里面呢 有色相 身 未 促法 因身 是六成之一 它属于色法 色法呢 是一踏其心 一踏其心 我们讲 这个是实在有的 这个便记所致心 这个不是真正有 是假有 不是真正有 所以 身 是体 释迦牟尼佛当年说话 因身 这是体 后来把它记文字 记录下来 这是用 有体 有用 是有假 有实 这个实 说老实话 也不是绝对的真实 比较起来 给那个 那个 那个 明句文 这便记所致心 比较起来 它是 实在有这个事情 虽有这个事情 也不能算是 绝对的真实 那么这个呢 这是 第一个意思 你能讲的 这个 身 明 句文 所以这四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懂得 第二 这讲 苏权义 此声明 具文 若无数权之意 这个文字里的如果要没有意义 那像什么 我们现在诸位书看到了字典 字典书 一个一个字 各字都不联系来的 那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意义了 就变成了这一类的限制了 所以文里头一定要有意义 它才有价值 一去越深 就越有价值 你现在这报纸 报纸上也有文字 杂志上也是文章 它那个意义太浅了 你看一遍都不想看第二遍 一遍看完了 就自制楼丢掉了 可见的 它那个文艺呀 非常的浅薄 非常的浅薄 那么比较有价值 有深度的这个文学呢 看了还想看 那可见的 它那个胃眼就比较深 读了还想读它 可是 再好的文学作品 你念上个二十遍三十遍的 你也不想念它 不想再看它 我做学生时代 很喜欢看小书 尤其中国是著名的小书 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 看上二三十遍 现在 看都不想看 摆在面前 我也会把它丢掉 那就说 那个味道的浓度 还是有限的 我们看十三经 这是儒家的书 看老子庄子 那个味道就浓厚了 真是 不毒不业 如果看佛经呢 那的确是 从初发心 都等着菩萨 面上无量解毒 也不业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 本性是无有穷尽的 所以它这个言语文字里面所喊的这个 这个法位也就无有穷尽了 所以它有意味在 有很浓厚的意味 这底下就说 若土亦无闻 庙里平和而得显示 虽有这些意味 如果没有这个文字 来引导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得到 这个位从哪里来的呢 给主人说 绝对不是这个文字里头有的 如果文字里头有这个法位 每一个人都文字 应该都可以领受到 不是 这个位从哪里是你心性的 借着这个文字 把自己的心性引发出来 所以其位无穷 这叫法系充满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悟出 这个悟有没有止境呢 没有 没有止境 你去念这个经 天天有无处 也许有人说 我天天念经都没有无处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没有无处呢 你念经不得法 一面念着一面打往下 这个你没有无处 念经的时候心地不清净 你不会有无处 念经的时候态度不恭敬 你没有无处 所以要用沉静 清净心来念经 没有说是好 没有无处 只可以说悟得有浅身的差别 必定有无处 必定有无处 念一遍有一遍的无处 灭两遍有两遍的无处 这个无处没有止境 所以这个经从粗发心到成佛 不念不厌 不念不厌 就是这个道理 把自己真如本性里面 无量的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统统念出来了 妙子这里 这不可思议 所以佛在经典劝我们 这个佛经不可不度 观经里面三种佛 最后里头一种 就是独送八成 所以读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底下又说 两遍 文随语 意 意随语文 文能够 启发我们的心智 启发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心智随着这个文流露出来 这是 佛可思议的利益 文义相自耐成教题 所以这个教题 要以现在来说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 写成这个书本 书本 虽然是假 但它有用 什么作用呢 能把我们自信 引发出来 我们自信就是体 我们这个体 跟释迦牟尼佛这个体 没有两样 一体 无二体 所以读经 能够明心 见心 要这样读才行 实在文字的时候 那就糟了 所以决定不能随文字转 要用这个文字 把自己真性 把它引发出来 这样念就行了 诸位听到 好像这个很虚言 很妙 当然 你就会 渴求着 怎么样 我才能得到 你记住 我刚才 跟你说的这个话 你不要忘掉 以真诚的心 清净心 恭敬心 去念 念的时候 不必分别理出的意思 意思自然显现 那是你的误导 你要去想 这是什么道理 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错了 你完全落到意识里的群 开经济说得好啊 愿解如来真神义 那你就完全 错解如来真神义了 你天天念经 念到最后是 错解如来真神义 那有什么法子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一定要悔念 我过去也曾经搞的诸位 念经就是 戒定会三十 一次完成 所以念经是修行 修戒 修戒 修慧 修慧 戒律 就是 诸我莫作 众善奉行 孝尘戒 是诸我莫作 菩萨戒 是众善奉行 我们念经的时候 刚才讲了心地真诚 恭敬 亲经 你这个心呢 当然不会有我嘛 不就是诸我莫作了吧 这做到了 经是释迦牟尼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 这是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 读今就是众善奉行 所以这个戒律 大小臣戒律 统统圆满了 统统具足了 念经的时候 一心在那里念 一心就是专心 念经决定不胡思乱想 我念这句 想想这个里头什么意思 这叫胡思乱想 这没有定了 我念经是修定 修定就是什么呢 我里头不起一个念头 没有分辟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这是修定 把经文念的字字分明 拒绝清楚 没有念错 没有念颠倒 这就是修会 你这样念才会开悟化 所以念经功德很大 道理就在此 一面念一面想意思 叫打妄想 你所想的不是经里讲的意思 经里面那个意思 要是流露出来 是你从内心流出来 不要想 一想就错了 那么这是佛经跟世间这些文章书籍绝对不相同的地方 因为世间所有的书籍都是从意识分别执着意识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你去念 你去想 能得到它的意思 佛说出这个是从无分别心流露出来的 你用有分别的心去想 你绝对得不到它的意思 必须的时候把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打掉 你这样念经 你才能得入来真实意 你念经才能有真正的收容 文艺相思 乃成交替 故 经 此经 这才说到本经了 从如是我闻 只坐立而退 这是将全部的阿弥陀佛经 是神明文具体 经文字 确实 它是神明文具 卫体 而其中所说一阵二报 信愿往生等 是所缺一言 所以这个文字里面有意义在 一是二者 交相随一顾 二为一教体 文里面有意义里头有文 这是从随一项里面说出教体的大意义 底下呢 还有一段 我们看一段 由 若据法所显异 则无非佛事 如相反光明等 当之法法皆为教体 法是一切法 实在讲 一切法里头都能写意 你看这个经书 这个书本 这是一法吗 它能写意 除了这个书本 经书之外 一切法都能写意 所以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 本经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六成说法 那就是法法都能写意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清凉大四在华严经 苏朝里头 把这个意思说得很透支 这是我们常讲的 表法 表 就是写 法 就是里头的意思 比如 我们看到这个蜡烛 蜡烛只是一个法 觉悟的人 不迷的人 看到这个蜡烛 就能把自己本性的功德引发出来 主典说是光明 我们的心地要光明 我们的心地要光明 要照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悟是明相 迷是暗相 这个蜡烛点 你看 逐渐逐渐烧 烧都没有了 这是使己为人 牺牲自己 破迷别人 这是信得的 佛前要供这个灯 从前是油灯 灯燉烧 灯烧 灯烧 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燃香 香代表信 代表界定 你看香灿烧的里面有 界定真相 见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我要信 信佛所有的交集 信佛的话真是佛不骗人 应当要修戒要修定 但是代表修会 所以燃香燃灯 代表佛法修书的根本戒定慧三续 整个一部大藏经 也不就讲的是戒定慧 一支香 一支蜡烛 就代表得完完全全都代表了 那大藏经搞那么多也是说得正 你看这一支香一支蜡烛也是这么多 不正不紧 可是有几个人觉悟了 这就说的任何一法了 它都代表 如果我们要觉悟 所以觉悟的人 觉悟人天天见佛 见无量无边的佛 祝佛菩萨一天到晚 围绕着自己 反复不知道 可怜 觉悟的人感激得不得了 否则那里 所有一切众生 一切人物 没有一个不是佛 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华严经上善才童子 就是这样教导的 五十三位善知识 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现实社会里面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这里头有坏人啊 对呀 那个五十三位善知识 也有坏人啊 里头有学佛的 也有学外道的 确实代表了我们现实的社会 善才眼睛里面 那些人说 通通是善知识 通通是佛菩萨 我看到你善的地方 我要跟你学 引发自己的善行 看到你佛的地方 佛明了 反省反省 我有没有这个佛 所以善人佛人 都是自己老死 没有善人 不能启发自己的善行 没有佛人 自己有过失 不能改过 所以善人佛人 好似坏似 通通是成就自己 无上菩提的 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 所以说 无有业法 不是交替 法就是讲的法相 事处事件 一切法 你要晓得 它所显示的这个意义 无非佛死 哪样不是佛死 我们看到这个人 执着都不得了 想一想 我自己有没有 这人就是我的老师 结果我不会碰到他 我不会反省 我这也反省了 有 有马上改过 如果没有呢 没有我勉励 以后千万不要有这个支柱 这样修行的才能成就 所以说是 香饭光明 吃饭的时候 每一个人天天都要吃饭 饭代表着什么 如果你能把吃饭 这个法 表法的意思 想通了 你就会大车大悟了 你真的能看破方向了 这里是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这个身体 是个带病之身的 你身体很健康 三天不吃饭 饿便了 什么力气都没有了 你健康在哪里呀 饭就是药啊 你看过几个钟点 就要吃一次药 不吃这个药啊 你这个身体就不能支持 你身体健康强壮 在哪里 假的 不是真的 迷惑颠倒 可是你呀 隔几个小时 你就吃这个药的时候 维护你这个生命 除这个生命之外 你也想到 你还有灰命 除这个肉身之外 你还有发生 如何能够啊 我一息 我能发生 我灰命 吃饭 怎么不是佛斯 怎么不是修行 没有一庄 不是佛斯 没有一庄 没有一法 不通无常道 无常道就是真如本心 这什么道理 一切法 皆是真如本心 变现出来 所以没有一法 不通真如本心 大经上告诉我 应官发戒信 一切为心造 没有一法 不通信心 那印尽也就说得好啊 一切法 因心成体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这主书佛 常常听到的 所以没有一法 不能修 没有一法 不能修道 可是这个 在乎个人 根性不相同 根性利的人 见到这个自然界 非化落叶 他就能无万法无常 他就能把身心 世界一切放下 心得清静 业障重的人 不要说是一切法 他看不出 苗头出来 听经也听不懂啊 他也不能觉悟啊 这就是业障太重 我们看这个主节 发能行义 这个意思刚才 我已经说出一点来了 发发自障 障就是明显 显露出来 一点隐藏都没有 不是文字 何必用解说 何必用文字 真的用不出 如华影 云太薄亡 毛孔光明 皆能说法 诸位应当了解 他说的什么法 我刚才举的眼前这个例子 蜡烛说的什么法 香说的什么法 讲台说的什么法 佛像说的什么法 都要想的 你统统都明了了 这总的名称 就叫大方广佛 华影经 华影经是活的 不是那个经本啊 不是八十点经本啊 大方广佛 华影经 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你会了 你就入华影经界 今明云 由佛世界 以相反而作佛事 那个世界人 谁跟利 我们这个世界人 天经一天就开悟 他那个世界人 耳根不利 佛怎么讲 他都不得 佛做几样菜 他一吃就开悟了 他能从这个无畏当中 他开悟 他觉悟 就根性 不像他 我们到那个世界去 佛决定不请我们吃饭 为什么 又吃就迷 不会有任务 所以读经 读到维墨经 这一段经文 别想到那个世界去 以后 那个世界 天天又好吃的 那世界不错 你要到那里去 你的根性不对 你到那里去 什么也吃不到 所以由世界以光明而作佛 这就是佛放光 你一见这个光明 也就开悟了 你晓得这个光明 代表着意义 代表着意义 这个光的颜色 也是无量种之多 我们现在世间也有 少就是 十字街头 放红光 放绿光 放黄光 你们都想到点 不要说话了 你们驾车的人 一看到红光 你就想到停止了 这就是做佛思 你就觉悟了 所以有的世界的时候 佛一句话不说 就是放光 大众一看的时候 不开悟 烦恼也断 佛道也成了 乃至一丝也像 一举一动 举一动里面 能表发吗 能表发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也有手语 会手语的人 现在如果是和 这个手语的确确确 是可以 不用言语的 这个提倡 外国人也很普遍提倡 为什么呢 言语不通 用手语就可以 能交换一家 就懂得了 学言语很麻烦 学手语比较容易 学了之后 走遍全世界都可以 动作 所以我们看 佛菩萨 手印 那就是动作 这些动作里面 也代表了 很深的意义 这些动作 尖此尖尖尖尖 水鸟树林 鲜血妙法 则随举法是 皆臣教体 由此可知 这个教体 广大而没有边际 为什么呢 说穿了 性相鲍尔 性相鱼儿 性相鱼儿 立了相 哪来得行 要见性 从相上去见 古德又比喻 一金做七 七七皆皆 立了七 找不到金 立了金 没起 它两个是 互相依靠存在 性相 关系 也就是这样 那么讲到佛法 这个文艺 理念相关 也很相似 从这个了解体会 随意相里面 所讲的这个 这个义血 这个金的体现 我们才能明了 明了之后 我们对于 佛所说的一切法 不但说这一步 所说的一切法 我们都相信 我们都不怀疑 佛说十万亿 佛国度那边的时候 有世界 我们也相信 为什么呢 因你心成体 我们自己的自信 万德万能 能变 西方世界 是所变 后面会讲到 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自己 心事所变之物 这个功能 无量无边 哪有个能变现的道理 所以黎明了之后 对四十真相 你就肯定了 不会再忧义 不会再怀疑 这一段的文实 主要是增长我们的信息 那么四段 我们今天讲了一段 后面还有三段 都是深入地来研讨教体 他们已经有一段 我们的信息 我们就讨论了 我们的信息 如果能不能变 我们的信息 我们也讨论到 也讨论到 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